在講求全方位發展的演藝圈中 其實有很多演員不只演技好 更是擁有一副好歌喉 像是靠著《想見你抱》 洪晶聖成為國民男友的許光漢 除了擁有高顏值及精湛演技外 他那溫暖厚實的嗓音 每每都會讓人淪陷 終於在去年成為田復甄的失地後 苦腹眾旺地 推出個人首張專輯啦 因為你知道和樂音樂是 金曲獎的大搖籃 你對這個有沒有一點點瑕疑 沒有 我真的沒有信心 沒有啊 你沒有信心就笑得那麼猖狂 對 不只光和鳳男小隊中唱歌超好聽的 還有我們家燕女神 私下就會自彈自唱的他 自從跑到831演唱會 擔任嘉賓直接唱出興趣 之後更與他們組限定團推出單曲 溫柔又帶點微醺的歌聲 超級治癒人心 同樣也是戲劇女神的徐維寧 唱功一樣是讓人驚艷 他除了曾經跟好友周星哲 推出一首很甜的合唱曲之外 當他站上對方演唱會當嘉賓時 更是唱到不願離開 完全笑死大家 而曾經是死不開口的劉以豪 直到替筆悲傷現唱插曲 廣受好評後 他終於有信心唱歌 在2020年推出首張EP 用維田系嗓音融化大家 而且MV上架才短短三天 就突破百萬點擊 可見他超強的人氣 最後一位不能不提的 絕對是近年最受矚目的新生代演員王靖 戲劇方面他是演什麼像什麼 擁有亮眼成績 不過說到出道原因 他可是因為在計程車上 唱《小幸運》爆紅 才展開演員之路的哦 有這麼高的顏值 又會演戲外加附上歌手等級的好聲音 誰還能不愛呢